好,今天49年入郭君,R2 Pro,iPad Pro刚出,我今天入了一个21 Pro,12.9寸128G的一个开箱版,然后第一次开箱有什么不对的,给大家少倾喷,口下留情。 其实感觉开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先看看啊,这是一款星空灰的128G的iPad 21 Pro,它这个是怎么打开的,让我看一眼啊。 这个盒子放过去。 12.9寸128G的,有没有写颜色。 没有写,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封面,然后这有一个这个撕开的纸。 哇,这个贼解压,我操。 哇,S摸人了,操。 下去。 出来,哎,哎,哎,好,出来了。 哦,这盒子上,它上面有一点压痕。 正好看不出来。 哦,那个iPad,一个今天的主角,哎,星空灰,哇塞,真好看呀。 好,有请我们的主角,现在一边。 这是,说明书。 这说明书。 三包,然后一个充电器,一个头。 没了,就这些。 好的。 来,请出我们的主角。 哇,真的好解压。 啊,真的,很头和亮。 也没有画很全新的。 这里啊,这里啊,这应该是我的指纹。 摄像头这边。 也没有什么力。 哇,哇,真的怎么怎么都喜欢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哎,我的手机一直在出汗。 哎,我们开机。 哦,亮了。 。 有点,有点慢。 看镜头。 好好的。 。 清锁打开。 我再清锁,哦,走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剪中。 登录,定设置。 啊,还是手动设置吧。 。 剪盘,剪拼,表情和听写普通话。 哎呀,刚相机没电了。 我还录一半。 录一半,没了。 我的天啊。 配件还没到,我只能用手滑。 哎呀,感觉。 我现在好爱惜,好爱惜。 哎呀,好开心,真的好开心啊。 因为,为什么不买R2呢? 我感觉R2其实,现在价格也不合适。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M2,对于M1来说,提升也就感觉是百分之十几。 目前呢,开箱视频,我现在是20号嘛。 然后26号可能才能购买,然后到后可能就27号了。 可能我觉得,哎,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哇,真的好香啊。 哇,真的好爱啊。 就这样了。 好的,再见。 等过几天我的配件来了之后,我再会更一期配件吧。